电砸园区混的人 时刻在走钢丝 一步走错要你命 尤其是管理层 随时都在清除潜在危险 以此来保住自己地位 上级收到飞鸽 让我接近程序员 我带对方去观看园区收拾人 吓得他 想连夜提筒跑路 十三嫂 家乡的樱花开了 我不想搭在这里 不行不行 你跪着球我也没用 这里面的风险实在太大 我不想见进去 我巴布的暗骨 马上消失在园区 但没有轻易答应 免得他起疑心 可这狗东西急眼了 你要是不送我离开园区 我现在就大声喊 说你逼我交出程序 大家一起完蛋 不带这么完蛋 我可没害过你 你随便诬险人素质何在 我管不了那么多 这鬼地方我多一刻都不想待 就你一个人出去吗 你同伴呢 宋下的死活管我屁事 我只能管好自己 你就说帮还是不帮 危险之时 人的阴暗面全部展露出来 我也不再掉他胃口 你都把我逼到这个份上了 我还能说什么 可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一定会答应你 你要把程序做完 交到我手里 而给园区做的程序留下漏洞 并把修复办法告诉我 这些不能让你的同伴知道 如此一来 我也算有了保命的资本 岂不是还要在园区 在上一段时间 我现在就想走 你必须答应我的条件 你护照不在身上 若没我的帮助 纵使你离开园区 也没法偷渡回去 好我答应你 你要使得骗我 我一定会把你走出来 合作愉快 能拿到你承诺的东西 我会安排你离开 之后 我找飞哥合计 他觉得可行 至于如何处理暗谷 以及后面的事 飞哥说他会想办法 隔天托尼把我叫去办公室 13座 在这里大家自己人 不用跟我客气 托尼哥说的哪里话 我能拎清自己位置 在网上拨彩布 你说什么我肯定照做 找你过来 这又件事想请你帮忙 你不要推辞 托尼哥别拿我寻开心 我在园区屁都不是 真想不到有什么能帮忙的 你这么说是不想帮我吗 托尼哥请说 我对托尼是真不待见 什么狗屁师兄弟 他需要飞哥 做技术指导的时候 恭敬的跟孙子一样 找了两个小八大 过来立马甩脸色 四眼最近经常被大牛揍 他以前是跟你的 希望你跟他打个招呼 他现在是组长 我不过是组员 这种事你跟扎哥说不就行了 他可是电砸布的老大 我跟他不对付 难道你连一点小忙 都不愿意帮 我下班给大牛打个电话 至于他肯不肯给面子 给他说了算 让大牛打四眼 是我的反制手段 也是为了告诉托尼 我不是好欺负的 在园区内 也有一定实力 托尼哥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了托局吧 一副死马脸 找我办事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的 我回大厅在位子上安静工作 最近都没怎么跟暗谷聊天 免得遭人怀疑 终于做出了程序 头发都快好玩了 真的好了 他们承诺的钱了 放心人家是大公司 会把钱给我们的 他们惊呼后 托尼和飞哥同时到来 而托尼没理会他们 就是 一切正常可以晕行 这套程序偏智能化 可以省去狗推的步骤 基本不会出现失误 大大加快了 我们赚马来的速度 托尼主管现在直接用吗 对直接使用 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毛病 程序做好了 我们的薪酬和护照呢 别急 会给你们的 托尼把话说得很模糊 飞哥则在此时说话了 两位这些天也挺累的 带你们出去放松一下 过两天再去 不行现在就要去 否则程序出了其他问题 我将不再维护 天天待在这里都快烦死了 好吧 我跟你们一起去 托尼戒备心很强 根本不相信飞哥 随后我们来到酒吧 暗谷依旧心存侥幸 托尼我们现在已经 把程序做出来了 等过两天运行没问题 我们就回国 先不要急着走 我会给你开高昂的工资 你留下来工作 技术人员可是吧 来到园区还想走 简直做梦想批吃 也行先把钱给我 我打回家里去 过两天安排 暗谷试探完托尼 给我使个眼色 意思是他要走 我用眼神回复 我去上个厕所 我陪你去 快去快黑 托尼还沉浸在 做出程序的喜悦中 而且带出来的内宝不少 他不担心出乱子 果则知道飞哥的计划开始了 他会从暗谷手上 拿到想要的东西 十分钟后 飞哥一人回来 暗谷人呐 我蹲了下坑 出来后没看到人 以为他回来了 快去给我找人 托尼发动 带来的内宝找人 可十分钟时间 飞哥已经料理好一切 世上再无暗谷 能找到才有鬼了 找不到人 我们也只能回园区 飞哥东西拿到了吗 到手了 你放心我做事不会留尾吧 飞哥办事就是靠谱 这次出事的是个小巴嘎 但我也要提醒各位 懂技术的人 来到电杂园区是出不去的 老板和主管不会轻易放手 隔天早上程序果然出问题了 一个员工急冲冲的 跑向了托尼办公室 托尼主管不好了 程序有漏洞 运行一段时间发现用不了 什么 松本你们在搞什么鬼 我不知道 核心程序是暗谷在弄 马上把程序修复好 我只是个助手 修复好如此复杂的程序 少说也要一年半载 还敢耍花样看我颠不实你 你电我也没用 我就只有这个水平 就在这时托尼的电话响了 托尼拿起电话一瞬间 满头大汗 老板有什么吩咐 听说你把事搞砸了 老板别生气 我一定会处理好 我只要结果 程序多久能运行 最多半年 半年黄花菜都凉了 你知道半年我要损失多少码内 我在想办法找其他人 应该还能更快些 让阿菲接电话 托尼被吓得脸色都变了 把电话递给飞哥 我知道该飞哥发力了 阿菲我知道你是有技术的人 我不管你们在下面搞什么 只看最终结果 程序的是你能搞定吗 有点难度 但是问题不大 需要多久 最多一周 我以前就是干这个的 这类程序虽有不同之处 但都殊途同归 好我就看中你的能力 加把剑我看好你 我替飞哥感到高兴 如此一来老板会更加看中他 再网上拨菜布 也不用受制于托尼 托尼也反应过来吃了亏 飞哥你不愧是我师父 看来我要学的还很多